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徐徐峰 也是指挥说真话大冰块 我们身后这台依然是 我们前两天跟大家聊的 特别有意思的电动的小车 就是我身后这台江淮的爱意V6E 之前跟大家聊过 听起来非常吓人 官方指导价是一个 11万8和12万8的价格 但是最后实际到消费者手里面 因为国家和地方的补贴 是有5万2千块钱左右的 一个地方补贴 到手里面 最后也是一个5万块钱的上下价格 这种级别的电动小车 其实我们之前拆过一辆 齐瑞的EQ1 其实对于5万块钱上下 当中市面上还是会有几款车的 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 你的确可选的车型不多 但是如果说关注这种小车的小伙伴 那你要看好了 那这辆江淮的爱仪V6 那它的里面 会不会也像之前那辆小蚂蚁一样 看着像似一辆车 其实拆开以后 里面其实就像一个钢管的老年代步车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拆解之旅 看看这辆江淮的爱仪V6E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大家知道 这是一个电车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一局电的设备 大家看到有很多的方块 那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 当然又牵扯到一个是 泳瓷同步电机跟交流翼部电机 当然说这个IV6E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同步的 一个是翼部的 那具体这两种电机 我们一会最后会用简短的这种方式 跟大家去聊聊这点 所谓科学的事 好 我们还是看看里面 首先是一个手动的枝杆 那具体什么材质呢 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说 还记得这辆小蚂蚁 整个都是一个塑料的外壳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塑料的呢 那一会儿跟大家聊 那左边是一个非常大的铁盒 叫做泳瓷同步电机控制器 这是一个控制器 然后这是一个控制器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线的走向 应该是一个变频器 有是交流变直流 或直流变交流的这么一个东西 大家看到这有一个黑黑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你刹车泵的一个真空泵 电动真空泵 就非常像家里面老式的电银箱 后面那个压缩机也有点像 玻璃鼠还是有的在这里面 然后刹车油是在这里面 然后刹车泵是在这块 那我们奇怪的看到 我们之前好像拆过那些电动车里面 都是有针对 无论你是逆变器也好 还是针对你的电机也好 有一个单独的散热设备 那这辆车 我到现在为止 的确是没有看到 那一会把前面拆来以后 会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方向墙依然是有的 那上面的隔音棉也依然是有的 那这里面就没有那么多东西 电瓶还是有的 那电车 无论你是什么电 它是电瓶这种普通的 这种电瓶的设备还是有的 因为它还是要给里面的设备去供电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强电跟弱电 还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其实在这门并没有看到一个相应的应急的一个电线 那我们前一日也看到新闻啊 说国家也在强制这个标准 电动车的确越来越多 那电动车发生事故以后 那施救人员如何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去救里面人 那就需要有一个应急的这种电线给它脚断 我们之前在特斯拉上面呢会看到这种线 但是我们这辆车上没有啊 当然呢也是需要一个 所谓的标准 我们希望以后我们看到所有电动车都会有一个设备 因为那个的确也是会救命的 好里面这件事呢跟大家聊完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辆小电动车 那它的前后防热梁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它真的有前后防热梁吗 那我们现在把车升起来 就跟大家继续看一看 好那么现在呢 这车已经抬下来了啊 我刚才已经都量完了 先给大家去念念数 那防热梁呢的确是有的 防热梁呢是一个单层冲压的结构 是一个弓形 那它的厚度呢是一个1.44毫米 那刚才呢也跟小伙伴有一个小伙讨论 我说是单层 它非说是双层 为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啊 从边上看 你看似它的确是一个双层 那这个双层其实只仅仅是西能盒后面的一个垫片 那其实过了西能盒以后 从这儿到这儿呢 后面都是空的啊 它真的是一个单层的啊 不要被旁边的假象所迷惑 就像之前那辆长征的微微器一样啊 三层的其实呢就是假的啊 其实就是后面 然后就会变成会少一层 那它西能盒呢也是有的啊 它的西能盒呢是一个方形的 哎呀还做的还挺规整的 竟然还有诱导槽 那它的长度呢是71.38毫米 那防止量到水箱的距离呢 是79.47 那其实这个呢不是一个水箱啊 它是一个冷凝器 是因为我刚才在上面的时候 的确没有看到电动机也好 还是逆面器也好 一个单独的散热的设备 我们直接拆过也有很多的 无论是混动车型也好 还是电动车型也好 都是有散热设备 但是这个车呢的确没有 那具体说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就是电控学家 只能说是不是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小 或者说它的有更好的科技 然后被动式的散热会更好一些呢 可能是一定的原因 总的来说呢 就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空调的冷凝器 那好说到这的时候呢 我刚才的确是稍微的歪了一下头 看到了比如说这个非常大的 这个设备叫做永磁电机的控制器 那它的散热设备在边上有一个小的风扇 那我可以断言它的无论是电机也好 还是其他设备也好 它是都采用了一个个体的一个散热 那这种水路呢 它的确会省去了 那的确啊 对于成本控制来说呢 也是一方面 防车梁的长度是108.5 那它轮子的宽度呢 是156 那在我们的评分表里面 这种比例下呢 也是一个两分的成绩 那说到这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 行人保护啊 大家可能会觉得 对于这种小车 对于这种不漆眼的小电动车 可能压根就没有行人保护 但是这辆车其实呢 它真的是有行人保护的 那它的行人保护的泡沫 是在它的保险杠里面 就是前面这点事儿 那我们现在呢 去后面看看 看看它后面 是不是也有防热梁呢 那我们现在来到后面啊 那刚才呢 我们也是用磁铁 把所有的覆盖面都测试了一遍 刚才说啊 说这些那辆小蚂蚁呢 基本都是塑料件 那这辆车呢 的确还是用普通的钢的材质 无论是引擎盖也好 还是后备箱也好 还是易子板也好 还是后面也好 以至于四个门 都是非常普通的钢材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看看它这个厚子的防热梁啊 是有的啊 虽然说的确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除了没有发动机之外呢 其他的真是跟普通的 我们看到的汽油机的 都是一样的 该有都有 那它后面呢 防热梁呢 只不过是比较薄啊 只是一个1.11毫米 普通的弹层冲压 也是一个弓形的 也是都比较标准 那后面呢 竟然也是有一个非常 标准的吸灯盒 也是有相应的幼岛层啊 那它的后尾箱呢 跟防热梁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防热梁要更突出一些 也就是在低速碰撞的时候呢 的确会更好一些啊 虽然呢 完款前车车撞完了以后呢 的确修的钱不会太多 但是呢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挂了吗 毕竟说能减少一些损失 就减少一些损失 那这又是这辆车的 一个整体前后防热梁的状态啊 真的是 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了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 这辆非常小的江淮 爱一为六的它前后防热梁 它能够得多少分呢 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算一下 它前后防热梁的分数啊 那我们前后防热梁呢 总分依然还是49分 那它的最后的分数呢 前后防热梁这块呢 得分是21分 其实呢 比我想象的真的会高一些 那刚才呢 提到啊 是一个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事 那达民话呢 在这呢 还是用简单的话 跟大家去稍微的聊一点 这种同步跟异步电机这件事 那这辆车呢 是一个叫做同步电机 那同步电机跟异步电机 这两个电机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需要有永磁体 一个是不需要永磁体 那永磁体是什么 就是磁铁 但是永磁体呢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温度很高的话 它可能会有消磁的这种风险 在里面 也就是它需要更好的一个散热设备 那它的优点呢 是体积小 而且比较容易控制 因为它只需要一个无刷的调频器 就可以呢 控制它的电门的开度与关度 那交流呢 它是一个三项的电压 那它的磁力是靠电 去产生这个磁场 而去驱动这个电机的转动啊 它的速度 调速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电压 电流 频率等等 相对而言 控制会更难一些 但是它也是有优点啊 不需要很好的散热 视频里面没有一个永磁体 但是呢 这些呢 只仅仅是一个 对这两种电机 一个书面上的一个简单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个是更便宜一些 然后一个是更贵一些 一个是不好控制一些 一个是好控制一些 这一款用的是一个叫做 同步的永磁电机 那它具体好不好开 它是否真的就像书面上 理得上的说 那么好控制呢 当然也需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因为我们之前对这辆车呢 也是进行了一般测试啊 就是开起来大冰块 都会笑的一款车 那相对而言呢 对于大的趋势而言 一定是直流同步电机 会慢慢慢慢的取代 这种交流的电机 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就是世界上最无敌的电车 特斯拉 据说它也是一个交流的电机 当然可能人家所谓比较贵啊 人家技术也比较牛 好 我们今天呢 记得点小知识呢 可能占了很多的时间 那这辆江淮的爱一V6的 前后防御梁部分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的车自己做出大冰块 当然也是那个 这位说真话大冰块 那我们这样说的底盘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